好,挖得来又不会太亮 简约青蛇风的office lobby 惊艳你的来宾 哈喽,好久不见啊大家 还记得上次和大家挖的坑吗? 今天我就来补那个坑 我们今天要介绍的是一个 fansi project official 那我们就话不多说 用影片来和你说 大家对这个门把的第一个印象是什么? 是不是觉得这样子的门把设计很特别呢? 这个门把的设计是根据公司的logo来设计的 我们的设计我们利用了透明的玻璃和电镀清框 来打造一种office清神 诶等等等等 你们有注意到这里的门框的部分吗? 我们在这里还用了marble纹路的laminate和镜边 如果晚上开灯的话 那个光一打下去是非常有灯光效果的 我们再走进来看看 在左手边我们可以发现一处比较复古风的waiting area 也可以用来接待VIP 在waiting area的后方的背景墙 我们采用了占青色 再搭配上顾客选的皮质沙发 来打造一种内敛稳重的感觉 还可以呈现专业可靠的形象给顾客 旁边这里的橱柜拆拆拆里面是什么嘞 答案就是DB box 还有电的开关等等啦 这里的橱柜我们特意选用了和墙面非常接近的张青色 让橱柜有种back隐藏起来的感觉 我们也加了高质感的金色边条和黑色的大理石地板 再利用整体的灯光来凸显空间的特点 再往后走可以看到一整排的广告牌在我们的右手边 可以把他们的一些广告啊或者一些award的照片放上去 当灯一打开时会更加的明显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个小小的休闲区域 在我们的左手边 同事与同事之间可以坐在这里聊天 也可以在这里一起讨论方案 前面这里叻也放了三个电视机 上面还放了铁制的logo 叫了灯光还可以制造一点阴影的效果 这里就是VIP room 同时也是meeting room 旁边是个深色的木纹电视墙 这个橱柜除了有收纳用途 还有两边的Display可以展示 award 娶娃等等 两侧我们也特意选了很经典的金色Wallet 整体的灯光方便是用checklight 还有搭配bling bling的水晶吊灯 营造满满复古classic的氛围感哦 地板类也是选用了深木色的SPC Floralink 在这里我们也用了深绘色的blackout curtain 和定制的craton helmet 可以保护影视哦 从这个长红玻璃门走进来 就是一整个open的working area space啦 有没有看到这一个一间一间小小的房间呢 这个就是工作人员的call room哦 大胆的色调为每一间房间带来不同的特色 每一间房间都拥有不同的字母和颜色代表 这里的颜色咧 我们也是参考Avenger的色系哦 这里呢就是我们的办公室区域啦 大家都是在这里办公的哟 上面有不规则的liner light是特异的 带出这里上班的态度 Fun and Innovative 在原委的橱柜前面 加了可以写字的板 平时可以记录 也可以当作是这档divider的作用 来到后面这个区域 是大家都爱打卡的哦 也是一个非常适合采访的地方 你可以看到这里有一个new light 还写着follow your dream 我们用黄色的灯光打造一种温馨的环境 再流行着black pink搭配 粉色的墙壁和黑色的皮质沙发 瞬间让整个区域更加上当去 当然啦 这样chill的地方 哪里可以少得了喝茶的area呢 这里呢就是大家最喜欢的小餐厅区啦 你看看这里的光线是不是非常均匀呢 这里的透光玻璃 让自然的阳光来打亮整个餐厅 在barcounter的上方也加了pandle light 相信你一定有注意到这个的啦 这里是我们的星空背景墙哦 我们根据他们的logoAC 来设计一座山和半立月亮 还有还有 我们的星空背景墙的星星 可以根据timer或者是气氛 来调节闪烁了哟 看来咧就带大家上到第二楼啦 在楼梯的前面我们也用了这些灯泡的吊灯 让大家可以在这里打卡哦 楼梯的部分可以选用了复古工业风的wall light 再接着这里就是另一个pantry area 这里的置尖我们用了玻璃遮叠门 除了有刻印的效果之外 还可以让大家看得到里面 我们利用了大胆的微染色和白色搭配 给人一种休闲快乐的感觉 这里还安装了一个隐形门 为了打造一种纹路感 门的设计我们使用白色的spread pen 的footer panel 同时也可以好好隐藏着门的窃口 其实这个房间是专门给控制人员们 休息的小房间 后面这里我们还打造了一个摄影盆 那么就可以方便顾客拍专业的形象照 或者是商业照啦 那今天我们的project video就介绍结束了啦 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这样的休闲办公室设计呢 大家记得继续关注我们Newman的YouTube Instagram还有Facebook哦 我们下次见